为了要吸引更多人造访 泰国通过新的签证措施 适用免签入境的泰国的国家 是从原本的57国增加到93国 而这些国家的旅客 最长可以停留60天 台湾也包括在内 外交部表示 泰国是台湾新南向政策主要的伙伴国 也是台湾人海外旅游的热门地点之一 泰国昨天宣布这项新政策 将会从15号开始实施 除了维持免签之外 在泰国停留的天数 也从30天延长到60天 而且除非宣布取消 不然这项免签的措施将会持续使用 哈喽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